歡迎收看國會最前線 我是謝麗文 我們提供理性的討論平台 期待國會能夠更透明 更進步 好 對於酒駕者 我們社會上認為 應該對他們有什麼樣的懲罰 才算足夠呢 今天我們要進一步來談一談 我們先來歡迎今天幾位來賓 律師黃帝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接著歡迎的是 真理大學法律系的主任吳景清 大家好 繼續歡迎的是 犯罪被害人權協會副理事長劉成武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好 好 接著歡迎的是 殯葬業者郭憲宏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討論之前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今天立法院有哪些 我們要注意的焦點 立法院刪除了 法院組織法的部分條文 明年的元旦開始 特徵組正式廢除 業務改成由各級檢察署協助偵查 而另外今天有國民黨的藍營的支持者 進入立法院抗議政府開放核災食品 而行政院回應 受到污染的食品絕對不會進口 要國人放心 今天立法院的幾個焦點 好 接著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是最近針對酒駕者 台北市要有新的做法 有議員就建議要讓他們勞動服務 不過地點是在殯儀館 那些人我看太多了 每個醒過來都痛哭流涕 可是問題喝下去什麼都不曉得 我們的條件是不要去碰 在旁邊看而已 酒駕罰不怕 北市議員建議北市府下狠藥 讓酒駕者赴殯儀館做社會服務 希望達到嚇阻效果 市場柯文哲從反對到同意 最快下個月開始試辦 酒駕傷亡最多是 12月的下半月開始 不會第一次就去 那是累犯 不過老實講 我們還有一個累犯的那個 以醫療的角度去做矯正的 就是那種要去上什麼講習課 做行為矯正 還有另外一組系統再試試看 真的酒駕累犯者 就要被抓到第二次以上 就可能到殯儀館做社會服務 體驗生命教育 協助庭官室 兵櫃 遺體化妝室等周邊場地清潔工作 近距離感受死亡 其實泰國政府早在今年4月 為了遏止酒駕歪風 就立法通過太平間震撼方案 規定酒駕及交通違規 累犯者必須到醫院太平間服勞役 甚至得洗死人的遺體 美國加州也有類似的規定 在那個情況之下 可能看到一些家屬悲傷的反應 那或者是說可能 或多或少會接觸到 假期的情況之下來講 我相信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省思的 北市府搶先全台 希望透過近距離 接近死亡的生命教育 成功遏阻酒駕歪風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近才近期 我們說這兩個月 發生了酒駕的例子 這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10月份其實就有一名 男子酒後無罩駕駛 然後逆向超車 造成一名巴巡的老翁 被撞飛到30公尺外 另外在11月 則是有女警 因為要追酒駕 撞樹重傷 搶救還是不治 在11月10號 有一名大學生 開了車子 然後就撞死了騎機車的婦人 這幾項是 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其實酒駕的事件滿多的 所以現在有人就想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好像把 罰則定高了 定嚴格了 卻還是有這麼多人 還是會去酒駕 所以是不是要讓他們 從事一些 會讓他們覺得會怕的 一些勞動服務 好 這個部分 我就要來請教現在幾位 在場來賓 我要先請教 黃綠星怎麼看呢 剛剛有說新聞裡面講到說 北市現在有議員提出這樣的想法 其實他原本的想法是說 乾脆讓他們甚至不排除讓他們去洗大體 其實洗大體這件事情 我看很多 就連他們家屬都不願意 他認為說這是一個雷犯 那你讓他來 觸碰他的長輩 或者是觸碰他的親人 而且他們也不願意 那站在一個人性的想法 其實現在台北市的這個折衷的辦法 也就是說 他可能在這一個 所謂大體的區域做清潔打掃 他沒有直接接觸大體 這樣的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也許他現在 因為看柯市長是說要試辦 他的成效如何 其實在明年就看得到 因為統計數據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這個試辦有沒有效 是值得觀察 那在法規的層次上來講 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酒駕 他有一個行度 那因此很多權力上面 他其實不是市政府 他可以說的算 所以我看相關的新聞是說 是台北市政府 他其實是跟我們士林地檢署 跟台北地檢署 有形成這樣的類似一個默契 我看新聞的講法是說 他必須其實要檢察官 他去在不管是他做還起訴 他這個相關的 服社會勞役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現行有很多的相關 不管酒駕 或者比較輕度的犯罪 他其實是要你去做一些社會服務 他只是多了一個項目 而這個項目就是到殯儀館 去感受這個生命的課程 那生命的課程 這是一個方法 那當然剛才舉的泰國的例子 其實也許泰國的那個法治的進步程度 還不是這樣 那以美國加州的這個例子來看 就是說他的社區服務其實很多元 也就是說你對於酒駕的這個累犯 被判刑 或者是他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要付出的這個勞役 他其實是很多元 但是美國加州有一個東西 其實也很值得大家參考 就是說他其實如果對於酒駕的累犯 他除了說有一年以下 尤其徒刑的這個行度之外 他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他會強制在你的汽車上面 裝一個感應器 那這個感應器是對雷犯而言 如果你要再發動這個車子 你必須對這一個感應器吹氣 你的汽車才能夠發動 所以他這個東西其實很多技術層次的 以美國加州的這個例子來談 他其實有很多的方式 是可以去降低酒駕的 這樣的一個發生 當然整個統計數據來看 就台北市政府目前的這個方案 明年也許就可以看到 他到底有沒有效 好 酒駕其他國家怎麼做 我們要如何精進 等會我們還要有一個 專門的時間討論 那我們要接著 就丁寅剛剛講了 我們台北市政府要示範這個 其實他們有澄清 其實大體這件事情 應該是不會做 但是有機會讓他們看到 看到大體 不過我們說如果照原先議員 這樣的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想說 讓大家有一個生命教育 這樣的震撼也許有用 但是就業者的看來 想說關你的看法 其實一般人想到 其實大體其實沒這麼簡單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像這個提案 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家屬或民眾 其實是非常反彈的 因為不論你今天 是用生命教育的角度來看 還是用處罰的角度 不管 對於家屬員他們認為說 為什麼要變成一種 好像工具 那要做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其實他們是非常的反感 那我們回歸這個 所謂的專業來想 譬如說我們殯儀館的從業人員 還是我們葬飲社 我們其實最主要是會擔心說 這整件事情會干擾到 正常作業的運行 因為以我們台北市殯儀館為例 兩個人一組 一天平均要寫將近 九到十二具的大體 而每一天大概就只有 三到四個鐘頭 所以我們就算一算 其實它的工作密集度 其實是非常高 所以是不是說 能夠說在這個執行的過程當中 可以很順利的 把這個東西給完成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再者 第二個 如果說在這個處理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大體 只要經過這個兵存了之後 其實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你在這個處理的過程 假設萬一大體發生損傷 又或者是說有一些大體 它本身可能會有傳染性 疾病的風險 還有說像這個檢測官 可能就比較清楚了 有一些可能比如說 打毒品 它有一些針頭 基本上在相驗完之後 誰要來負責清 不好意思 兵驗館的人 要負責做這個清理 那萬一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發生損傷 假設這個所謂勞益者 他可能因為這個過程 因為針頭刺傷了 那要是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請問是誰要來負責這個責任 所以確實在執行上面 其實是有很多 其實我們可以共同去溝通 的一個過程 所以現在來講 做了一個很大幅度的修改 說這個我們勞益者 其實不用進入這個核心區域 到這個非核心區域的外圍 做這個清潔打掃 甚至可能是說陪伴家屬 或是發一些文宣 等等這樣的工作 那確實是一個 比較折衷的做法 那我覺得其實雙方 其實可以有多一點的理解 跟溝通 我相信會是一個 比較圓滿的做法 就以者來說 如果他們在旁邊發文宣 或者是幫你們清一下台子 是 是真的能夠幫上忙嗎 坦白說 這個東西 可能只要到試辦才會知道 但是我提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因為我們兵醫館來講的話 進出館 我們都要去確認 這個我們親人的大體 然後可能要別這個識別手患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家屬會有很多 情緒上面的起伏 畢竟親人剛實施 那就我們的認知 也許這個過程 會讓他們有所省思 也不一定 那當然我覺得 有時候這種東西 就要看他個人的悟性 他是不是能夠 因為這樣子而動聽失痛 那我覺得就可能要看 他們個人的造化 劉姐你怎麼看呢 我的看法是正面的 以我們被害人的團體來說 我們希望加害人多一些同理的方法 就是震撼 那以後他就會嚇到 因為各位都知道 陰影不容易 是看不見的 你什麼時候你看到你的影子 就是你有把握把影子 看得見跟看不見 一起看見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 同時看見你看不見的陰影 那個陰影叫什麼 有人一罐酒你就喝了 你也知道你等一下要開車 台灣之所以債犯率高是因為台灣的應酬文化是 你不喝酒就表示你跟我不親 像我們以前 那個馬英九當部長的時代 曾經下了一個公文 那公文叫做 不要去參加無味的應酬 我們把那個味道改成 沒有味道的女人不要去 所以就看懂了 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還是一檔獨大 那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已經夠老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就會是 會就覺得奇怪 你都來了 為什麼你都不喝酒 因為我跟他講一句話 全世界只有不喝酒的人不會醉 其他哪有不喝醉的 是不是 我們都喝醉過 所以我們不喜歡那種經驗 那你就會退 但是他會覺得說你跟我不親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為了攀圓 台灣人很奇怪 不會去拒絕 那之後就會喝過量 那之後就發生意外 那我們可以知道 台灣人的賭性堅強 也許這一拖就贏了 他馬上就賺到目光如斗 馬上賺了十幾倍的財富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 用這樣的震撼 以被漢人團體的想法 就用這樣 那我們第二個理論 也是支持的理論就是說 刑法種類越多 責對於被害人來講是好的 以前的正義就有一般正義 平均正義 分配正義 亞里斯多那三個正義不夠用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修復式正義 所以你會發現 還有呢 修復什麼 修復情感 修復心理 修復精神 修復關係 一直到補償性正義 補償什麼 補償內心的愧疚 那我可以看到你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以前的生命型 自由型 財產型 現在增加了勞動型 還有呢 身體型 大家開始在研究 要不要有邊型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 因為它是違反人格侵害的尊嚴 但是治療型也開始出現 隔離型也開始出現 再來呢 法治教育型 還有您剛剛說的 生命教育型 諮商型 輔導型 刑法種類越多 對被害人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 原來我們台灣 還有教化型 還有處罰型 所以這一些刑法的種類 對我們而言是好的 那當然 它的唯一缺點就是 我們不知道 後面會不會造成一個錯誤的現象 恐嚇是人類最不好的教育方法 輸月叔叔都說 我吸菸 所以我得癌症是你的二十倍 好 但是大家還是照吸 所以不要用恐嚇的方法 去面對這一些加害人 你要告訴加害人的是 你侵害的是一個 永不回復的生命權 你沒有權利 讓車前或車內 甚至你自己 隨時置於被犧牲生命的地方 你用這種方式 還比較容易讓雙方同理 所以我們覺得丟出這個話題的人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只有當人才 他還有鬼才 還有天才 還有地才 所以這樣好不好 好 讓他看到自己的陰影 那以被害人以前告訴我的例子是說 最好是吸引他撞死了那個人的大體 這樣會不會又太極端了一點 所以你看看 對 那我剛才講 楊瑞人的案子 之所以最後能夠拿出十六億五千五百萬給我的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他看到的陰影 有一個深愛他的長官 為他跳樓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只是拿出了那個長官的兩隻鞋子 拖鞋 馬上十六億五千五 就突破心房 所以有時候要震撼 有時候又不能太震撼 所以這中間的平衡 我同意就是剛剛說的 折衷 我們再協調 漸進的手段 來找到平衡的適當方法 竹瑞你的看法 剛剛說折衷 那適度的 我們說那叫做震撼 對 震撼 那你震撼到什麼程度 但實際上 你說真的去洗大體 這件事情已經被否決了 只是說 你在殯儀館裡面幫忙做一些勞動服務 也許你會有機會看到大體 那對他們來說 心靈上面會不會有一點 如果照小冬瓜說的有悟性 還要能夠理解到 我是覺得光 當然現在不是洗大體 只是去看 然後就說能夠有什麼生命教育 我覺得都太簡單化了 那這裡也凸顯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些酒駕 或是壘犯的廚藝已經太薄了 我認為 會太簡單化嗎 你看到真的也是會怕 因為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那個人白種 那如果說 像我剛才看一下影片 那個泰國那個炸酒 如果直接去洗遺體 或許還有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我是去看 所以說要不然就直接讓他洗遺體嗎 可是適合他專業的問題 這個是對食者非常的不尊重 也是對這個從事最外面的人 一個專業的不尊重 這個更不行 所以我是覺得太簡化的話思考了 那事實上這個目前就是說 如果因為最主要那年是2013年 你把那個酒醉的門檻直接明定在簽這0.25 那個門檻老實講真的 我是覺得震領就很低 那那麼低的情況之下 那動不動大概就會超標 那超標的情況之下 不可能讓這些人大量的進入監獄對不對 所以法務部在那一年才剛修法 他5月修法 6月法務部自己就知道會有這個危險 他自己頒布一個 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說5年內3次檢察官才要起訴 否則原則上是不先起訴 那所以才會累積到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說按照2013年 當時5月立法者的想法是說 我把標準定出來 你們警察只要抓到超標 就移送檢察官就給我起訴 立法者的意思是對的 可是因為這個一定監獄大幫忙 法務部自己就在聽這個 所以現在才會說 甚至在去年 那個台中地檢署 甚至我不能要你這個法務部這一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他甚至5年內就算換3次 他也不一定會幫你起訴 所以現在才會有說 那如果說法律定在這裡 然後你又不大敢起訴 因為怕監獄爆滿 那這個你就會面臨這個 我要怎麼去處理這個 這些壘犯的問題 那壘犯老實講 檢察官用還起訴的同時 可以將他做很多的事情 不是只有說像這個什麼醫務勞動 可能還包括說他要去做一些治療 或者是什麼輔導等等之類的 那老實講他是多 那設計那麼多的 那個要叫他做的這個事項 為什麼要設計那麼多 就是讓檢察官根據個別的人的不同 去做個別 我們叫做個別化的教育 對不對 只是說因為案件量怎樣 實在是太多了 一直都降不下來 所以你要說叫檢察官說 我根據每一個人去擬定所謂個別化教育的計畫 這個根本這個是無法期待 所以大家就想說那怎麼辦 總之要想一個方法 想不想來想去想來想去 可能我想最終台北市就想了一個這個方式 它也許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但它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我不認為有效啦 因為人白白種啦 你說剛單純看 因為如果以現在來看清掃 清掃是偶爾接觸而已 那表示就是說 我認為如果說那個大體涉及到 可能比較複雜要處理的話 那基本上不能給你看 我認為這個是對死者跟那個專業 就絕對尊重 絕對不能看 那所以他只能說清掃就一般的 一般的可能沒有 沒有任何的意外或他殺這種情況 那你看那這個看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那我覺得意義不是很大 那說不定在某種程度 他們去做那個道安講席的時候 放了那個照片 車禍的那個恐怖的照片 說不定那個效果還會比這個大 道安講席才有用的話 也不會有這麼多人會重新這樣辦 所以我說就是太誇張 所以就只能想這個方式 但是如果以目前 它這樣的設計只是說 我掃地的同時去繞一下看一下 我覺得意義也不是很大 小東皇 以你所了解的 我們說實際在操作面上面 如果說現在這個人放到 去這邊做勞動服務 他可能真的是會能夠做什麼事情 以及有沒有那個效果 其實坦白講我覺得就是說 在外圍做打掃的時候 是不是時不時都會看到這個大批 坦白講是的 那但是就是說我覺得可能 就是回到我剛剛講就是 可能他看他自己的悟心 因為確實在我們從事 這個工作行業來講的話 有時候我們會遇到那種家人 那種生離死別 在那種深思力竭的那種哭 崩潰 那說實在的 我們自己是有時候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不忍 那我覺得會不會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把他內心的那種 憐憫的心給勾出來 就覺得說天啊 我為什麼當初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反而是用 在這種情況下 是有比較大的可能 對啊 因為我們過往 在從事這種殯葬行業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會透過這種家屬 在面對這種所謂的生離死別 的時候的那種張力都會覺得說 原來生命是真的如此的渺小 而且特別是當那個家屬 有那種崩潰的那種糾結的心情的時候 那我們心中都有那種憐憫之心 覺得說如果這件事情 假設是發生在自己親人 或者是自己身邊的朋友身上 那會是怎麼樣 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確實或多或少 我相信都會有一些變化 那只是就是在於說 這個要怎麼樣去做執行 那後面要怎麼樣去修正 畢竟這個提案在台灣 我覺得就是 因為也是一個新的議題 那是不是說執行了以後 大家再來做檢討 再看是說這個成效如何 那我們就到時候再來看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於說 在這個執行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顧慮到家屬的感受 一定要顧慮到家屬的感受 因為最主要是說 像那個其實殯儀館內部也有人說 就是說我們今天殯儀館存在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送這些 往生大德人生圓滿最後的一層 而不是會反過變成本末 導致變成好像是法務部拿來 就是做矯正的一個方式 那會不會影響到他們自己 本身的一種狀況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能夠兼顧到家屬 以及當時這種感受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說能夠做到 就像我剛剛提到 能夠做到說 今天家屬的感受是覺得說 他們比較沒有被受到 這麼樣直接的這樣的一個勤勞 而同時間也可以 確由一些具體的做法 然後達到讓他們 不管說是嚇阻也好 還是感化也罷 的這樣一個軟化的作用 那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其實如果真的能在也是功德一致 對 我們常舉一個例子 被害人 以全國被害人團體來說 司法就像這個杯子裡面的文明跟理性 但是事實上人在文明理性外面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潛意識 他有感性的 有靈性的 甚至有魂性的 這一些東西就必須去包圍他 那包圍的方法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測影之心人皆有之 那如何勾出他的測影之心之後 把他的潛意識勾出來 他的影子他看到了 這就是他人生的弱點 如果以命理來說 四柱論命一定有一柱不好 三柱不好 八字一定有兩字不好 那十二宮裡面 只為十二宮一定有三宮不好 這就是人生 你看到了你的不好 你也知道你的本質 那你就能循環了嘛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把這個潛意識的力量 就是你看到了 這就是人的屍體 不要老是只看一個遺像 你沒有感覺的 所以他那時候只會想要躲避 希望能夠求行輕一點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這才是我們要的 剛剛系主任說得非常好 就是說我們要用治療型 諮商型 心理型 用這些方式讓他內心的人性啟發出來 你會發現這一啟發就像道代一樣 什麼叫道代呢 我們性侵害的人 他一直慣性 但是等到有一天他發現他的妹妹被親了 你會發現這一生不再犯 就是以這種方式 那當然我們也不能夠完全不信任人心 也要給他慈悲力量 譬如一個全世界最強的神燈 被關在瓶子裡面 前五百年他說什麼 誰放我出來一定給他福報 後五百年見一個殺一個 我明明已經改過了 你為什麼不相信我會改過 但是你就明明再犯第二次了 所以我們就要給你一個不同的教化型 不同的處罰型 我剛才講的行的種類越多 佛法說的八百萬四千法門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給他看到他自己的陰影 好 我們在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會兒回來繼續分析 好 我們要談對於酒駕的人 我們要來怎麼處理他呢 罰還 刑罰都提高了 但是好像再犯率還是很高 我們先來看這個新聞 舊車緊急待命 正在處理車禍救護任務的 女消防員賴文利 卻遭酒駕車輛撞上 送一劫之後才救回一命 隔年賴文利條款出爐 酒駕致人重傷 得處五年以下徒刑 致人於死 罪重可處七年以下 202年又隨即發生 葉少爺開名車撞死人事件 當時總統馬英九主動提及修法 把刑法中公共危險罪 酒測值0.55下修到0.25 儘管酒駕取締 越來越嚴 現在只要呼氣 酒精濃度達0.15就被取締 以前酒測值標準0.55毫克 現在0.25就被送半 最終面臨兩年以下突襲 罰金從一萬五千元到最重九萬塊 但酒駕行為始終難以遏制 參考日本的一個連坐法 那我們對於就是喝酒的人 同車的人 借車的人 以及賣酒的商家 我們必須要形成一個社會制裁的力量 從2010年開始 每年有419人死於酒駕 罰則變嚴格 死傷人數確實逐年下降 到2015年死亡人數降到142 但這還不夠 對被害人家屬來說都是無辜與傷害 現在要著力在酒駕教育和道安場域 從根本改善酒駕問題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國內對於酒駕的刑度 處罰的刑度到什麼程度 剛剛新聞其實也有看到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已經變得比較嚴了一些 好 現在是0.25毫克 就要開始有財罰了 大概是1.5到9萬元的罰還 會掉照一年 但如果你超標的話呢 好 看起來還會有刑罰 是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還有病科20萬元以下的罰金 如果使人致死的話 就是3到10年有期徒刑 重傷是1到7年有期徒刑 並且要吊銷駕教不得再考 這是目前的處罰刑度 但是我要請教律師 您怎麼看 處罰刑度這個樣子 有人覺得變嚴了 但是看起來好像還是沒有那麼多 我們說效果有比較好嗎 其實我們社會一直都誤以為說 我們只要一直加重刑罰 那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嚇阻 但是從各國的經驗來看 其實你給它加重很多刑罰 能不能真的去降低這個酒駕的機率 其實看起來 從各國經驗看起來 好像沒有那麼有效 那我們在2013年確實也加重了 剛才我們這個報導裡面有特別講到 13年之後 我們對酒駕造勢致死的 本來從1年到7年這個徒刑 他把它拉到3年到10年 那對於說如果是害人家受傷 那這個部分從6個月到5年 他把它拉到1到7年 其實都有加重 但是如果你看統計數據 從2013年到2015年到這段期間 他的那個酒駕的那個人數 統計人數 違規人數 他有下降一點點 但是並沒有大幅下降 但是我們刑度加這麼重了 理論上是不是應該要降更多 但是其實這是大家的一個 全世界都一樣對於這種酒駕這種形態 或來自於吸毒這種形態的這種犯罪 他會一直在犯一直在犯 這件事情都是很頭痛的 所以各國都有去思考 那臺灣的刑度其實相對來講 已經算加到比較重了 因為如果你看其他國家的例子 像法國如果他是酒駕造勢 自人於死他是這個七年以下有性徒刑 我們是三到十年 我們刑度比他重 那我們如果跟俄羅斯比起來 俄羅斯是五年到九年 就是說如果你酒駕自人於死 他是可以除五年到九年 我們的刑度還是比他重 那可能跟我們相比 比較相對較重的是日本 日本其實是相對較重的 他是如果你酒駕自人於死 他是一到二十年的這樣的一個徒刑 就是說他可以判到那麼重 但是我剛才跟吳老師 剛好私底下在請教他 就是說因為他研究日本法 他說日本的 我說這樣子有效嗎 他說日本其實在判刑上面 你就算你修到刑度到二十年 人家真的會去起訴 判到這麼重的 你一般有的人殺人 他也才判到十八十九年 所以他不會 比如說真的殺人 那酒駕的情況在 其實其他各國 就算刑度拉很重 人家也不會判到那麼重 那到底怎樣可以讓他 真的說降低他這個 應該算是說降低 這個酒駕的再犯的機率 其實各國在研究上面 還沒有得到一個很有效的 一個做法 但是剛剛特別提到說 美國加州的那個例子 就是說如果你再犯 你用一個科技的方式 你必須呼氣 對汽車呼氣 那呼氣你沒有酒精成分 就濃度沒有過高 他才能發動 那其實某種程度是一個 強制說你如果喝酒了 你也要去吹 你車子就沒辦法發動 這是一種方法 那還有一個方法 其實也某種程度去思考說 如何更加保障這個被害人 因為常常在酒駕的過程裡面 今天要罰酒駕 是因為他不能安全駕駛 他可能會造成人家的家破人亡 他可能會傷害到別人 所以某種程度也要再去思考說 除了加重刑罰 他可能不見得立即有效的去 降低這個酒駕的機率 發生 所以他要另外去思考是說 對於這個酒喝酒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可能會造成酒駕 怎麼樣去保障 那我們知道說 在我們抽菸 有一個國民健康捐 就是說你 菸的價格一直在拉高 因為你抽菸 某種程度可能造成自己的一個傷害 你也造成健保的負擔 也可能會傷害到別人 那你在酒的部分 其實我看到有很多人在開始談 就是說酒也有這個什麼犯罪行為 預防的一個捐 你是增加這個喝酒的一個成本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會不會 某種程度也去降低說 他喝酒之後再造勢的可能 他這某種程度 這個如果這個捐 有真的成立了 這個基金其實可以 把它特別專屬 來來保護這一些 可能因為酒駕造勢的家屬 這個死亡者的家屬 乃至於受傷的人 這樣的一個基金 如果說在這邊拉一個捐 就是比照那種香菸 其實某種程度 在酒上面加了一個捐 讓他來保護這一些 可能有潛在的這個風險 就是說這些受害者 我想可能也是某種程度 要思考的一個地方 也許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方法 我們來看這個數字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 酒駕統計 2011到2016 一到9月份的這個為止 看起來這個 我們說酒駕拒死的 這個案件數是有減少的 這個有一個關鍵因素 因為2013年修法的時候 除了自人餘食跟自重商 它的法律性拉高以外 那它在單純酒駕這個部分 它在185-3D向的第一款 它把那個不能安全駕駛的 那個數值 它已經把它客觀化了 就千分之0.25 那因為呢 你定... 因為以前那個不能安全駕駛 因為沒有一個數值嘛 所以會造成警察 檢察官甚至法官 大家認定不一樣 所以呢 大家就會僥倖心心理 可是因為它2013年變成 千分之0.25以後 它標準就一樣了 那警察也方便執行 那檢察官法官 大概後面也都不會變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警察就會 他標準明確 所以他抓 馬上就...就有沒有 刑法就很圈 所以造成說 大量抓的情況之下 他自然而然 他酒駕叫造勢的 那個情況就會減少 所以這個你要說2013年 有沒有效 看起來就針對 自死跟自重是有效的 所以它很明顯的 因為這個會讓警察的執法 更公平 僥倖心心理就相對講會降低 那不過這裡就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雖然那個自死的自重傷的 可能往下降 可是那個單純酒駕的那個人數 完全沒有減少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那到底新法到底加得夠不夠重 沒有啊 官方說法會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抓得比較輕 我們標準比較嚴 所以我們人抓得多 對啦 對於數字的解讀 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那只是說 就是說到底要不要再 就單純酒駕這個部分 在2013年也是沒有增加的 它就是說一開始1999年也是一年以下 那2011年的時候 因為整個人那個社會氣氛 所以它調到兩年 然後在2013年 單純酒駕部分並沒有增加 它也是上限兩年 那現在要考慮的就是說 那如果你要加那是不是單純 因為自重傷自死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尤其是自死 三到十年 因為我們那個故意殺人 它就是十年以上 你說往上加的話 就那根本就把它當成 就是故意殺人去了 所以你要加的話 或許可能就是說 單純酒駕 但問題是說 那兩年 那你要調多少 那我們先從國內一個比較數據 現在如果你吸食第一級毒品 那五年以下 二級是三年以下 好 那現在講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單純酒駕往上加的話 加到三年 那現在問題 到底吸食一二級毒品 跟酒駕哪一個嚴重 會有變成一個問題 然後再就其他國家來比較好了 就是說 我們以目前台灣來講 可能是介於德國跟日本之間 那德國它比較 德國跟日本它們分的比較細 就是說在德國的話 如果你是不能安全駕駛的話 它是一年以下 它這個就比我們低了 原來我們一開始就超這個 那但是如果它不能安全駕駛 會造成對人的生命身體財產 有危險的話 那它就跳到五年以下 我們沒有這個分類 那在日本的話 它分得更細 就是說我們這個千分之零點二五 應該是超日本的 你只要是千分之零點二五 它就是三年 這個三年以下 那如果說你千分之零點二五 然後不能安全駕駛 它就跳到五年以下 那如果自人於死 它是一到二十年 這是二零零一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發現跟台灣一樣 發現到酒駕造勢的比例 怎麼越來越高 那他們的國會就開始思考 要去增加 所以他們在刑法裡面 他們有一個叫做 危險運轉致死罪 他就把這個致死 危險運轉致死的部分 加高到最高可以到二十年 那可是你說二零零一年 定了這個重刑以後 有沒有下還是沒有下 它還是繼續往上升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它真正的日本比較會下降 是二零零七年以後 那二零零七年以後 為什麼會下降呢 就會回到那個問題了 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刑法都是在 都是結果的問題 我在處罰這個結果 它不是在解決原因 你處罰結果的刑越來越加重 但是你那個原因沒有去找出來 沒有去解決 問題一樣 整理價再重沒有用 所以後來是怎樣 後來是因為採取比較多元的方式 什麼叫多元的方式 可能就是第一個 監控系統變多了 警察取締增加了 然後甚至他們還想到路況 把它改好一點 就算你酒駕也加不要注視 才慢慢往下降 所以這個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 就是說 它在面對酒駕問題 我想各國都一樣 都想不到 什麼方式 大概都想過了 但是從這個 這個都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你想要用重刑去解決前大的問題 世界各國都告訴我們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 以我們被害人權的專業來看 我們也開了這類似的一些研討會 簡單的說 重刑已經無效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恐嚇是最不好的教化方法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再加重刑度 因為你加重刑度有一個後遺症 也就是司法官會越來越不敢判有罪 為什麼你看 明明條文是寫0.25 但是司法官就 有一些司法官就會用 度量衡法 0.25還有一些誤差 如果他剛好是0.25的話 判無罪 因為他有誤差值 所以你也看看 因為你刑度一直往上拉 從有罰金刑到拘役刑 到只剩下有期徒刑 一碰到就是累犯了 所以累犯又要加重期刑 所以你看他判不下去 所以你會發現刑度越高 司法官無罪力就會增加 那無罪力的被害人怎麼辦 那更不信任司法了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惡訓循環 所以已經不能再加重刑度 那剩下的就是用科學跟醫學的方法去解決 比如我們剛剛講的 有部分的身體刑 譬如我們剛剛邊刑是不行 因為他是打人的 侵害人格 但是如果注射一些藥物 或者是你在你的車子上 因為是累犯 所以你要增加一個額外的義務 我就在你的固定的車子上面 我要裝塞一些儀器 這就是 那這就是限制自由 限制身體的行動 那這種東西啪 你碰到了 就不准離開了 所以像這樣 那再不行的話 好 那就真的是注射藥物了 降低你喝酒的欲望 慢慢慢慢的 因為現在有性侵害犯 也有國外也有注射藥物 降低你性侵的欲望 所以這種慾望 可能慢慢的也會往那裡走 所以以被害人權的專業角度 只要不會去侵害到 人格尊嚴時 又是一個必要的手段 不會變成違憲 我個人認為這一些手段 我們剛剛說黃大律師 以及市議主任所說的 這些我們都支持 都完全支持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千萬不要再迷信 亂試用重點 那一定是無效 已經看到了 長官我們要用民間的角度來看 因為您在從事這個行業的過程當中 也有看到很多生離死別 是因為酒駕的關係嘛 對 所以就是如果說 從這種角度來看 你會認為說 要什麼樣的財閥 才是真的能夠有些效果的呢 這樣在我們的立場來講的話 就是確實 你說這麼短時間的接觸 到底有沒有這個效果 其實坦白講 我是才比較保留的態度 可是確實上我覺得這 出發點是滿好的是在於說 因為確實在這個接觸大體的過程當中 是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受害者 就是這個加害者的這個 撤影之心可以把它勾起來 因為在我們過往 我曾經俘錄過一個案例 就是說在這個 它是車禍過世 那它當時來講的話 因為那個頭部接受 那個強力的撞擊 所以它這邊來講的話缺一塊 這個劉簡就很清楚 以前常在相驗的 就是他這邊來講的話 就缺了一大塊 當他今天送進殯儀館的時候 這個絲帶一打開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 就是進殯儀館第一件事情要什麼 就是要請家屬確認 再次確認 這個是他們親人之後 就要幫他別上一個 所謂的識別手環 上面有打擾他的名字 然後做一遍做確認 有時候我們把家屬送到那個地方 那個絲帶一打開 那個家屬那個情緒 他是一直壓抑的 可是那個絲帶一打開 就整個就崩潰 甚至整個貪卵在那個地方 我們那時候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心酸 因為縱使有時候我們處理大體 可能我們看過很多劇 甚至我們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是秉持著專業 但是這個心情起伏 我們坦白講沒那麼大 可是往往有時候 一看到那個家屬 那個情緒一崩潰的時候 我們心裡難免就會很揪心 就會覺得說 也許這對這個家屬 就是他們家人 可能一早上 可能還有說有笑的 要討論說 他們接下來要去哪裡玩 而經過下午這個車禍之後 就從此天人永隔 我們難免心裡都會想說 這件事情如果是發生在 我自己身上 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對 所以 在這件事情的觀點來看的話 我坦白講我是覺得或多或少 是能夠有一些 教化的一個作用 所以你會期待說 剛剛說亂世用重點 大家覺得說可能也沒效果 你會覺得有效還是沒效 我覺得就像剛剛 柳大律師講的 就是說有時候在處理一些 當他們在處理 比如說可能酒駕者 撞那個屍體的 對 屍塊屍散 對於某些人來講 可能 我說可能 他們只是把它當成一個物品 他不把它當作人命看 因為對於酒駕者來講 他根本就不在乎 人命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說當這個東西 跟人開始產生連結的時候 比如說像剛剛 柳大律師舉的那個例子 一旦 比如說他 那個之前生前就是 那個做監犯客很多 可是也許他妹妹 被人家搶劫的時候 從此再也 不敢再去做這些事情 我相信這件事情 是有可能的 因為在我們過往 就是殯葬早期 這些從業人員來講的話 有一些他們可能早期的 可能有些是 這個監獄受刑人出來 然後因為他們求生比較困難 早期啦 現在不是這樣 早期有一些 他們可能從事殯葬業 他們就在講 特別我講我爸的律師好了 我父親早期也是一個 所謂的黑帽的腳頭 那年輕的時候 也曾經傷害過很多人 可是當他開始從事這個行業 特別是從事就是無名師 幫這個無名往生大德 送終的時候 在處理這些過程的時候 他其實常常都會自己 笑話就覺得說 我為什麼我當年年輕的時候 會去做這些事情 去傷害到他們的家人 而當他自己去從事 服務這個工作的時候 可能也許今天這個就是被兇殺 處理掉的 然後這個家屬來講很悲痛 然後他心裡就會想說 那我當時是 我當年是為什麼 會這樣輕易的去 奪取別人的生命 或是傷害別人 那自己難免就會 會有那個乘以之心去思考 就是說 那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當中 是不是也扮演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歷程 這樣子 好 我們在這邊先休息一下 對我回來繼續分析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下星期一 立法院有哪些需要我們注意的幾個委員會 未還委員會要審勞動部的預算 經濟委員會審台糖跟中油預算 而外交要審僑委會的預算 好 我們要回到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 酒駕的人 我們要對他們怎麼樣裁罰才好呢 現在又要說 其實快要到尾牙都忘記了 我要從黃律師這邊開始請教了 有人說 剛剛新聞裡面看到 日本是用連作法的嗎 那我們用連作法有用嗎 可能日本在連作法之後 它的數據也沒有明顯的有效 所以其實很多國家都在研究說 到底怎麼樣有效降那一個數據 國內目前的法律 其實已經修到某種程度 它在國際上面已經算是相對較重 就是說你酒駕的情況 處罰是較重 那當然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何有效執行 接下來要尾牙了 我們的警察同仁就很辛苦要去執法 那像檢察官 像劉檢長就很辛苦要去說 那這些案子 其實超過零點二五就該去辦 還有很大的案件量 所以這些執法人員很辛苦 但是他必須要去執行 徹底的執行 人民才可能會覺得說 立這個法有效嘛 今天立法者立這個法 就是要徹底去杜絕 希望可以去杜絕 或降低酒駕的發聲 所以執行很重要 那另外一塊是說 我認為說明年真的值得觀察 是說臺北市政府的這個做法 到底能不能有效的去降低 因為他說你到殯儀館的外圍 就等於是說你不是直接進入大體區 這個清洗的部分 那但是這個外圍就像剛剛 我認為這個郭先生講的 就是說 殯葬業者的第一線的感受 我覺得如何喚起人的同理心 今天酒駕造勢者 或者是說他是累犯的這個情況 他其實跟我們認知的殺人魔 其實不太一樣 就是說你會真的去殺人 你對於人的生命是完全不重 是這種反社會性的人格 他其實不太一樣 有一些酒駕他累犯 一再犯 他其實某種程度是侥幸心理 當他到這個殯儀館去做這樣的一個 外圍的清掃 他會不會有機會去勾起他的這個同理心 也就是說當他看到有些人跟新人生理識別 他會不會去思考到說 那以後他再對於生命的尊重 有沒有可能我更尊重這些生命 當然這個執行層次 我認為有三個部分必須要特別思考 第一個是說 對於包括清理大體跟殯葬業者的專業 也必須要尊重 就是說不能說好像隨便把一個犯罪者送進去 就說叫他去清 這件事情應該不行 第二個是說你要尊重家屬的情感 有些家屬他其實不希望人家打擾 所以這些生理識別的畫面 其實有些情感上面家屬不太願意 這個也要尊重 第三個層次是說 我們台灣傳統習俗對於往生者的這個尊嚴 有些人他其實也許實狀不好看 他這個尊嚴上面可能也要兼顧 所以我認為這些條件兼顧的情況之下 台北市政府採取這樣折衷的方案 明年有沒有有效在台北市降低這個數據 我想這個統計數據會呈現 那如果執行下去有效 那也許全國各縣市就可以考慮 那有沒有效其實數據會說謊 好 我們看這個數據 就是說剛剛我說到說 這個時間其實已經快要到了 酒駕致死的高峰期 我們說這個以統計來看 2011到2015 其實是12月到3月是高峰 這個時間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你的聚會比較多嘛 尾壓或者是春酒 好 2014到15週末 酒駕致死的佔比有超過五成 而且其實我們會發生酒駕造勢 統計下來男性是佔八成多 男生真的是佔很多 好 所以我就想要教授 如果是這樣看 你會覺得我們還能用什麼方式 盡量降低一下這樣的一個 從剛才那個統計數字我講調 就是說把它客觀化的數值以後 這個讓警察執法 有一個公平性 客觀性以後 確實它那個雖然酒駕 單純酒駕還是降不下來 可是致死的佔確實降下來 所以我覺得加強取締還是一個 回憶的不二法門 講太多 事實上還是要回憶到警察執法 但是相對來講就是說 當然你變成簽這零點二五 就會加重警察的那個執法的量 以及檢察官法官這邊量都增加 那這個後續的問題怎麼解決是很大的 那我再來就是說那個酒 針對這個酒駕壘犯的這個 儲好那個大體的問題 我還是要 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到底要不要進去洗 什麼洗大體或什麼什麼 那個都不是重點 因為一個角質要有下的前提是 他要是真心誠意的 今天呢 如果你就是洗大體 就算讓他去洗大體好了 如果說他是在這種被迫性的情況之下 那有什麼意義 他不會真心改過的 因為我只能被迫性的遵從 你這個檢察官的意志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現在我們說要議服這個義務勞務 還起訴的同時 按照法條規定 是要得到你的同意 被告的同意 雖然這個同意我認為是假的 就是說你不同意我就會還起訴 沒有錯 但是他這個法條代表的某種意義 我認為是有點像美國人認罪協商 就是說希望檢察官 你也站在被告的角度 跟他做協商 不要以一種高對低的角度 附近面對他 因為高對低一定是壓迫性的 我今天叫你去洗 洗到底就洗還什麼好講的 你不洗我就不然你起訴 如果這種情況他就算去洗 看到了很殘忍的屍體的場面 一樣我覺得沒有意義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這應該是回到這個原點 至於說什麼 採用什麼連坐 那個都不要再去想這種東西了 沒有用 因為第一個自己的問題 行為責任 我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像這個日本 他不僅提供酒類的 提供車輛的 還有同坐的 都要處罰 可是有用嗎 沒有用 而且高老師說 如果在台灣 台灣最能夠逼就是執行的問題 你訂了這些你怎麼去執法 你怎麼去執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不要去講那些 一想停開 那個無謂的心法 還是回到那個原點 要是要專心成立這個感動 感動的話 有空 那邊